就是他房裡面 不然他房間是黑的 這是什麼意思 飛打走進去 飛打走進去 沒有啦 這個當然有他鏡頭很長 意思就是說這是你的家 那這個是主辦鏡頭放在那個安娜的身上 意思就是說他真的會住在這裡 然後他可能會跟Steven 這是我替他想的 因為開放性的結局 我當然希望是這樣 但不是洗鏡 那最後Steven會不會是再去交另外一個女朋友 那我不知道啦 只是他那裡面有他故意照那個房間 然後不開燈的房間 對 那個是這個 這是什麼含義 不管才知道 意義很多 意義很多你都可以詮釋 意義都很多 因為他進去的話 難道飛打就因為這樣 從此以後他就不會再去管他們嗎 我想也不會 因為他的脾氣裡面 因為憂鬱的關係 因為積模的關係 哪一天氣體又不好 都摔了幾個盤子 但是比起大家都應該會相互容忍 事實上那個Steven也有 過去也有很多女朋友嘛 但那個時候 你們剛剛好離開 離開的話 那個安娜裡面事實上就是來避免 這個一個空缺啦 那就猶如那個飛打就講的 這是你的家 那一句話才是最重要 這是你的家 那變成是三個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退一步想的話 如果讓安娜留下來照顧他 那個那個那個誰 那個Steven會不會長長的 所以這是导摩神算 导摩神算 然後看一下看一下 我就是想說 這是都彼此之間 人生裡面平時之間應該有很多的妥協 要有的妥協 你不能說我要全盤皆宜 那是不太疼的 那是不太疼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看得出來那個 飛打最後他認識了 你覺得他常常在於自我解釋 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他會見風轉舵 然後這個地方又 因為他年紀畢竟很大 他的優勢已經不在向前前 但是他一定要穩穩地去抓住Steven 這是他我想的是他很特別的妥協 來還有沒有 很簡單的電影並不表示說完全沒有內涵 這個叫做手法還有叫做調性 我們稱之為調性 當你開始要決定要寫這部電影的時候 要是開這部電影的 那調性都要整理出來 那如果是喜劇的 如果我們想一想這部戲是喜劇看的話 那當然完全不一樣 找一個人來演 跟這個找這個女豬腳 這個老太太來演 那是會完全不一樣的 跟魔導人們來演 那這個叫做我掌握的一種調性 這個調性掌握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色系裡面 法國人裡面永遠都喜歡的 就是這種色系叫做金色色系 法國人其實我認為是咖啡色系 他們都始終都是把它當作叫金色色系 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方面他們都比我們強 法國人拍片裡面還是很認真的 雖然他們製作費用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他的色調永遠是非常難 你注意到看他的色調 色調就是包括那個演員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跟旁邊裡面的一些 所謂的地圖 然後就是顏色 然後或者是餐具 然後或者是家具 其實他們都是整套的 表現得非常非常完整 不會像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去到他們都是向人家借的 借的以後 人家主人這個房子 你的借鱗那已經是 已經是功德無量了 那你要說這個相比我想打掉 也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大家不就翻臉 那第一個我把你趕走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注重在那個色調中 還有我們的服裝裡面 也事實上是沒有色調的講究 他們是有 你不要看他這些的話 他的衣服裡面都是專家設計 設計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台灣拍片裡面 其實有很多 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但一直做不到 明明知道 但是一直趕不上來 那什麼原因 因為不肯花錢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講說 拍片也是良心事業 為什麼 你這個地方 沒關係 沒關係 就這樣將就一下 觀眾不會注意 觀眾不會注意 但事實上哪會不會注意 因為看一掃 就知道說那個色調裡面 完全是有一點點奇特 或者說有一點突兀的 這一點我們到目前來講 我們掌握的那個能量裡面 還是非常非常之少 所以常常看電影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那一齣戲 在那個戲的 另類的地方 比如說他有他的顏色的問題 還有他的光亮的問題 取光的一個問題 那些都是 我認為的東西是很棒的 好 還有嗎 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 你沒有殘忍的權利 沒有殘忍的權利 沒錯啦 因為他們外國人 個人主義比較強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的話 你是 雖然你是要淘取一點點的 一種注意力 但你不能因為這樣的話 把整個人裡面 把它放置在那邊 那一個人有一點動態不能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他都批判他是 是他太過殘忍 這也是沒錯 所以兩個人其實都在拉 都在一個平衡感上面拉扯 你不覺得嗎 這很有趣的 你對他有恩 沒錯 但因為有恩 你也不能說整個恩情裡面 就變成是所有的東西裡面是 變成是全部 所以永遠是在做一個什麼 一個拉力比賽 這很棒的一個東西 那他有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這部電影裡面 我再稍微做這樣的一種總結 其實他探討的還是一個 發展的問題 主要的還是一個老問題 即將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台灣一定會附入到老人國 在老人國是每個人 都必須要去面對的 不管你是單獨的 或者是你有一個夥伴 那兩個人的話更麻煩 為什麼更麻煩 因為帶給的力量是兩倍的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必須要有一種資資之名 有一種資資之名 所以現在日本已經開始在延展這種 意思就是說老年人裡面 應該自己身邊裡面存一點錢 千萬不要說 把自己的錢通通是 因為心一軟 然後就給自己兒子女兒 因為他要嘛 所以通通給他 千萬不要身邊留一點錢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那個通通把它給他以後 孫子兒子通通寶光 從此以後都沒有人來看他 另外有一個老太太很厲害 所以我就覺得老太太很厲害 他身邊都不分 都掌握著 那個你們誰來陪我吃飯 我再給你一百塊錢 你進來 給你一百塊錢 所以他身邊無時無刻都什麼 都圍繞 多孫子都很多 都圍繞在身邊 最起碼爹爺爺奶奶吃飯 一百塊錢 你賺一百塊錢再收啊 雖然這個聽起來有一點點殘酷啦 有一點殘酷 但是我覺得他是善用他的 老人的一個 老年的一個資源 我覺得那樣的人有生命 應該是對的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好了 謝謝大家